各位大家好,我是William Chan 是LE課程的講師 在Kaplan已經教了超過八年 看著這個課程出生 看著它的修改,不斷增加 需要考的課程內容就越來越多 隨著發展,也不斷有很多新的投資產品 發規等等加進去 所以我在這裏的經驗,覺得可以幫到大家 去解讀這個課程 想加入證券及期貨行業 你們就必須要知道,這個卷一是沒有任何豁免的 我們一人間就會看看修改範圍大概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歸納將修改的部分歸納為兩個大部分 一個就是一些重要對考試有影響的範疇 另一個就是修改了需要知道 但未必從考試的角度有那麼重要性 首先第一個部分重要的就是包括和證監會 或者證券及期貨行業有關的審財署 它那個職能那方面就有一些更動 這個相信和考試都有些相關性 其次就是反洗黑錢 AML和恐怖分子融資那方面的活動 全球性都是重視 而香港亦都特別修訂了針對這方面的細節 其次都是重要的就是包括從業員 他們的那個升任能力 fit and proper那方面 譬如說每年續牌的時候所需要的CPT 持續專業培訓的時數 都跟過往來比較就是大幅提升了 每一個類別的規管活動所要求的時數都是增加了 是要求從業員要多些了解不同的課題 這個 另外就是關於中港通 其中包括就是深港通 護港通有關的修訂 從考試的角度都有它的重要性 另外引入了債券通 我們知道南向的債券通是近期才引入 相信亦都從考試的角度有一定的重要性 另外一個就是SPAC 我們叫做SPAC 就是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這個相對來說是一個新的項目 引入了在Syllabus裏面 我們都需要留意 跟著我們會看一些從考試的角度 沒有那麼重要的細微的更動 主要都是譬如說政府的架構圖 證監會裏面的架構有些輕微的改動 那個reporting channel有些的改動 還有就是一些部門 或者一些機構的名稱的輕微改動 只不過是需要知道 考試的機會都比較低 另外就是那些國際組織裏面的 成員的數量更新、更新 還有要提提的 可能都要知道 不過考試都很少考的 就是對於虛擬資產那方面的規管 和交易平台的引入批准 但是從來虛擬資產這個部分 都不是考試裏面的重點 但是我們需要更新 要知道的 其次的都是一些比較零碎 名稱或者一些字眼上面的更動 從我們的考試的經驗去看 它的重要性是應該很低的 如果大家對LE這個考試 都仍是感興趣 因為想加入我們這個證券及期貨的行業 可以聯絡我們的Captain 了解一下這個考試的情況 多謝大家